前英国首相特拉斯12日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演说 警告自由正面临危险 无论在乌克兰在台湾面临的威胁 西方一直在迁就与姑息独裁政权 西方领导人访问中国 要求介入寻求解决乌克兰冲突是错误又软弱 点名批评马克宏 特拉斯认为在独裁专制政权的协作下 世界无法区分为大西洋与太平洋 中共入侵台湾也会威胁全世界的自由民主 也对欧洲与美国造成直接的经济威胁 例如半导体供应 全球航运 特拉斯希望日本加拿大加入欧克斯发展为真正的太平洋联盟 他喊话西方做得更多 尽快结束俄乌战争 帮助乌克兰加入北约 并且结合盟友 例如G7七大国 日本 韩国 澳洲尽全力支持台湾 并且在经济上施压中共 例如中共在新疆所做的对外盗窃知识产权 国家补贴 英国政府绝不容许中共加入CPTPP 加拿大国会议员马凯访台湾期间受访表示 中共企图把台湾变成附庸国 加拿大有能力对台湾支持更多 例如CPTPP 贸易投资保障协议 新唐亚开电视黄亮检 张东旭 台湾报道